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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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这个时候可以先来调沙拉酱 日式美乃滋四大尺 加上一小尺的炼乳 增加奶香味和甜味 一点点盐巴 再加上一点点黑胡椒 煮好的蛋捞起来放到冰水里 静置五到十分钟 把蛋壳敲碎 这样压着前后戳螺一下 蛋壳就可以轻松剥下来了 嗯 水煮蛋完成 水煮蛋切成一半 把蛋黄取出来 蛋白切细碎 切得越小 口感越细致 把蛋黄倒入刚刚调好的沙拉酱里面 再用汤匙压成泥状 然后跟沙拉酱均匀地混合一起 搅拌到像这样子的绵密质感 接着就把蛋白加进去 拌一拌 拌到均匀就可以了 蛋沙拉完成了 先放在旁边备用 把吐司边切掉 先在吐司上 涂一层奶油 这样子可以避免 蛋沙拉放上吐司后 吐司吸收到水分而软化 铺上厚厚的蛋沙拉 中间可以多铺一点 这样咬下去会特别满足 盖上另一片吐司 四周稍微压一下 从吐司的中间 用食指跟中指轻轻压着吐司 再用面包刀切成一半 撒上一些切碎的洋香菜做装饰 蛋沙拉三明治 蛋沙拉三明治 完成咯 吃早餐了 还在想该做什么早餐吗 可以试试看我的方法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玛雅夫人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